加拿大的政府指控了加拿大议员庄文浩 还有他在香港的家人 受到了中国大陆外交官赵薇的威胁 结果立刻引发了中加两国陷入外交紧张 加拿大要求他在五天之内要离开加拿大 至于北京也立刻提出了反制措施 并且要加拿大悬崖了 中方从不干涉别国内政 所谓中国干涉加拿大内政 完全是无稽之谈 是对中方的污蔑抹黑 和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操弄 加方隐磨须有的罪名 宣布中国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 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需以破坏中加关系 性质十分恶劣 一段时间以来 加媒体和有关政要原营 所谓加安全情报局机密文件 编造虚假信息 抹黑中国驻驾使领馆 有关指责毫无事实根据 纯属别有用心的捏造 好 目前大陆的外交部 已经针对了加拿大违反国际法 还有外交规范提出了正式的抗议 并且指控加拿大蓄意破坏 和他们第二大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 至于相对应的反制 北京把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领事 争议会 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也要求他要在5月13号之前 离开中国 中方保留做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 俄罗斯5月9号庆祝胜利日78周年 在莫斯科的红场举行了阅兵 大秀军事武器 总统普丁他有出席教越 演说当中炮轰欧美国家的野蛮行为 意图抹黑攻击俄罗斯 大批官兵列队踏着整齐步伐 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 俄罗斯不受俄乌战争影响 庆祝胜利日78周年 总统普丁亲自在官吏台上教越 演说中强调要和平 炮轰欧美国家散播仇恨 与俄罗斯恐惧震种子 除了外表亮丽身材高挑的 一对女兵方阵之外 俄罗斯也展示各种武器 包含虎式M侦察车 艾哈迈德部队特种防护车 伊斯坎德尔M型战术飞弹系统 以及最知名的S400型防空飞弹系统 估计动员至少一万名官兵 以及一百二十五种各式军事装备 比起去年规模缩小 英国卫报认为 俄罗斯除了担心乌克兰逞击袭击 主要则因俄罗斯 以运送大批库存坦克到乌克兰前线 俄军则针对基辅多个城市 发动新一波无人机 飞弹攻击与空袭 居民一觉醒来 房子阳台被炸出大洞 巴赫姆特更是烽火连天 媒体形容是俄罗斯 全面侵略乌克兰以来 最大规模的攻击行动 接下来乌克兰可能随时展开春季反攻 国际原子能总署更警告 俄乌可能在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激战 情势危险恐怕发生严重核事故 接着这种报道 好 不过现在乌克兰打算跟俄罗斯要脱钩 要把胜利日改为欧洲日 结果遭到俄罗斯痛批 望宗被阻 好 俄乌战争目前打了超过一年的时间 正好面临的是乌克兰春季大反攻 美国前国务卿季星级也透露 中国大陆已经参与了战争的斡旋 重要的转类点即将要来了 莫斯科红场胜利日阅兵 纪念二次世界大战时战胜纳粹德国 俄罗斯总统普丁不光是现身 在看台中央观看阅兵也上台致辞 俄军更展示当前最强的洲际弹道导弹 亚尔斯系统 这款俄国最具威力的洲际飞弹 射程达到1.2万公里 可携带多枚不同当量的核子弹头 然而与此同时乌克兰却打算与俄国的胜利日脱钩 身穿宝兰色套装抵达乌克兰 欧盟主委会主席范德赖恩抵达基辅 参加乌克兰的欧洲日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签署命令 规定乌克兰每年5月9号将庆祝欧洲日 并将乌克兰在二次大战战胜纳粹德国的纪念日 提前到5月8号 辞职引发俄国不满 痛批泽伦斯基是被阻望中的叛徒 至于延烧近15个月的俄乌战争 各界预估 乌克兰很快将发动反攻 试图夺回被俄国占领的土地 随着反攻在即被俄罗斯控制的 扎波罗热 当地居民也开始撤离 数千人撤离也让车潮涌现 堵塞长达5个小时 而不光是乌克兰居民 根据当地媒体真理报的说法 甚至有部分俄罗斯军人 换穿平民衣服自行逃亡 而从战争开打至今 全球多家媒体深入战地 揭露战争惨况 美联社在乌克兰被围攻的港口城 马利波所做的报道 更因此获得被视为 最大殊荣的公共服务奖 更进一步推动 马利波人道走廊的开通 然而战争持续延烧 华尔街日报日前才披露 美欧期待中国能发挥作用 终结战争 对此美国前国务卿 季辛吉表示 中国与参与斡旋 战争将来到重要的转列点 建林韩特报道 美国的债务上限危机 进入倒数关头了 拜登跟参众两院的两党代表 在白宫开会 谈判陷入了僵局 一个小时谈判结束之后 依旧是没有任何的进展 即将会在周五再度会面 会议之前呢 双方都已经明确表示 对短期延长债务上限不感兴趣 但是麦卡锡依旧坚持要求 大幅削减国内的支出 以换取提高债务的上限 在会后麦卡锡也对记者表示 两党都有重申立场 目前看不到任何新的进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